说到了,我们到底该如何过好这短暂的一生 这个是奥斯卡获奖短片《苍蝇一分钟的生命》 影片只有四分钟,但是回味却很长 一只小苍蝇刚刚降生就发现头顶上有一个计时器怎么都甩不掉 等到他看到年迈的苍蝇头顶的数字清零 生命也随之结束的时候才陡然明白 他只有一分钟的寿命 他从老苍蝇那儿获得了一份人生清单 上面记载着一只苍蝇一辈子应该做的事 他开始马不停蹄 叮咬一只浣熊,参加一个party,完成一次跳伞 结婚生子都是在一瞬间完成 他来不及思考感受 做了人生一个又一个重要的决定 约到最后,任务越加困难 比如看星星成名 此刻是白天哪里会有星星呢 至于成名,那比看星星还要难呢 他开始焦虑绝望 没有想到绝望也是清单上的内容 一滴松油滴在了他的身上 生命也定格在了最后一秒 夜幕降临,他终于可以停下来看星星了 如干年后,这个琥珀标本被争相报道 他也完成了清单上的最后一项任务 成名 可是,又有什么意义呢 小苍蝇疲于奔命的一生 只为了完成一张从别人那里得到的清单 何其讽刺悲哀 一个高赞点评 有一天我突然想明白了一件事 我是会死的 也许十年后,也许二十年后,也许五十年后 谁知道呢 有一天我会死的 这个世界上将不会有我任何存在过的痕迹 那一刻我顿悟了 什么面子,什么人情事故,什么压力 全部重要,第二天我起床 我好轻松无比的通透 我甚至看到了一棵树都觉得感动 每一天我都过得很开心 因为什么都不重要了 所以是选择按部就班的去完成人生清单 还是让每一个日子起舞 你现在有答案了吗